要不要喝果 看到没有 漂不漂亮 天空蓝 有没有手镯啊 看起来个头挺大的 有手镯啊 小贵妃 哥们 手镯能做出来 谁带就不知道了 这是挺好看的呀 肿也够啊 抛了光 光泽度也够 但是你看这个地方 明显可能看到有棉了 包括这么打过来终于有黑点嘛 这我看要怎么去切 这个应该是 切手镯 你拿手镯走 剩下的我打珠子 我手镯才这么一片 剩下的你打珠子 你可真会算账啊 你看嘛 算他三片嘛 一片算个三四十万嘛 你出一百万嘛 临头我来出嘛 我打珠子 你拿手镯嘛 还有边边搅一搅 对不对 给你做一对耳朵嘛 剩下的给我嘛 这种材料真的太舒服了 但说实话呢 有一点太明了 基本上扒完了 哎 再看看吧 还有一块 哈哈哈 这个没手镯了 漂亮吧 这边色好看 中间这一截儿像 然后这边要绿一点 这个就是挂件啊 挂件 小件嘛 界面啊 买它 如果像你这个那么多列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打它了 你不用管 你负责出钱 我负责切料子 目前好歹得开吟一下分析方案啊 这种料子切确实是很麻烦的 要切的话 肯定先把所有的皮给它扒干净 这种列肯定是要切的 斜的 包括这种 这一包其实都可以取个小界面的 但是没有色 这个料子很奇怪的 看到没有 这边没有色 这边有绿 中间有蓝色 要把这个标下来 至少要这个数了 所以说 你出钱我出力 合作愉快 肺口愉快 哈哈哈